很多人分手后会后悔,不想结束这段爱情,所以就整一恍惚,却想不到任何办法来挽回它。 首先,当你想要挽回它的时候我想问你几个问题,你当初为何要让它走?是因为你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们原因?是你伤得它太深,还是它爱你不真?你爱它,它还爱你吗?它爱你,你还爱它吗? 最后一句,你们还想爱吗?当然,很多人可能会说,我肯定还爱它啊,不然我干嘛想要挽回它?确实,如果你不爱它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想挽回它的思想。 但是,我要告诉你的是,分手后想挽回一个女生并不单单是因为爱,很多时候是不甘心,不甘心失去它,不甘心辛辛苦苦,谈了很久的女朋友离开,不甘心自己一个人生活。 当然,当你确定你是真心的海爱,它的时候那就大胆的去追回它吧。 第一步,给双方冷静的时间很多人分手后,都处于头脑发热的状态,双方还没有冷静下来,这个时候要挤足自己和它冷静的时间。 当两个人都冷静下来的时候,仔细一想,自己分手就是头脑发热情况,想做的错误的决定,其实根本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,但是双方都不肯让步,最后才走到这个地步。 第二步,冷静分析分手的原因这一点也为重要,因为只有你知道了是什么病之后才能对症下药,所以一定要搞明白分手的原因,提醒各位的是,一定要透过表象看实质,因为女生的心色很难猜,一定要仔细分析。 第三步,主动联系,主动低头,主动认错,主动出击当你还想和它重续前缘的话,自己就要牺牲点什么。 放下自己的面子,不要不好意思,要知道你当初追它的时候可能比这还要卑微,其实,男人在自己的女人面前,最不需要的就是面子。 第四步,确认态度,即时收手当你对她主动请求复合的时候,要观察一下她的态度,她是不是真的对你很反感,还是只有想要考验你一下? 更或者真的是对你死心了,如果她真的对你反感,那么你要注意把握自己的力度,不要逼得太紧,要适时的松松手。 如果她要考验你,那就大胆的追吧,表演出自己的真心。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,如果真的对你死心了,那就要及时的收手吧,可能你们此生真的无缘了,恋爱是两个人的事,只要有一方不爱,那就不是恋爱。 你对的她的感情,或许是真的,但是哪只是你对她的爱情,当你因为爱情而变得她卑微的时候,即便你打动了她,她对你的感情也不叫爱情,叫同情。 所以说,如果一个女人,真心,她想要离开你的时候,就不要挽留了,离开了就离开了,既然挽回不了她,那就让她潇洒地走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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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